恐龙叔叔今天要讲的是 飞行恐龙片开始前别忘了订阅 如果喜欢也请帮忙分享给一样喜欢恐龙的好朋友哦 古神翼龙 Tedra 白恶纪早期 身高1.3米 身长4米 体重7公斤 十余恐龙 古神翼龙的独特外观级容易辨认 它是原生于巴西的一种翼龙 头顶具有色彩鲜艳的头观 可长达一公尺 有帮助吸引配偶的功能 其一展约4公尺 属于叫小型的翼龙 古神翼龙的学名 原意为古老生物 关于古神翼龙的资讯相对较少 迄今只有唯一个经确认的标本 亚历山大 克尔纳于1989年 首次将这一属恐龙分位 后续年间 曾出土其他同样被归类 为古神翼龙的化石 但后来金正石为新艺术的恐龙 名为雷神翼龙 古神翼龙 存在于一亿一千万年前的白恶纪造期 它们在巴西的天空翱翔 会潜入水中捕捉鱼类 不过某些古生物学家 认为古神翼龙 也会以果实为食 甚至会啃食动物尸体 风神翼龙 Catsal Cooplus 白恶纪末期 身高5.5米 身长15米 体重250公斤 十余恐龙 十余翼龙路风神翼龙 最早可追溯到白恶纪末期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飞行动物之一 其翼展可长达10公尺 大约和一台小型飞机一样大 风神翼龙的名字 源于阿兹特克的神鱼蛇神 以及有羽毛的蟒蛇 风神翼龙是在1971年 由道格拉斯 劳森在因缘纪会下发现 当时 劳森的队伍 正在德克萨斯州大湾区国家公园中 挖掘西角类恐龙 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翅膀骨头化石 因为所发掘出的骨头过于庞大 以至于引起关于这个标本属于什么物种的争论 后来 劳森指出了该树与一手龙鼠的差异 并最终决认该化石实际上是一个新树种 该树栖栖息在美国的南部各州 大约存活于6600万年到7200万年前 和许多不同的翼龙以及其他恐龙共享栖息地 包含三角龙及可怕的暴龙 风神翼龙的遗骸主要是在内陆被出土 这可能是因为临近海岸的区域 不利于遗骸的保存 热核翼龙是一种蛙嘴龙科翼龙 顿状口鼻部和好几排利亚是其最大特征 这种恐龙的名称源自其家园内蒙古热河地区 一斩可大约81公分 它的历史可追溯至侏罗纪中期 约16400万年前左右 2002年在中国东北部 宁城陷海防沟地层道湖沟岩 曾发现金区完整的股价后 这一书恐龙获得了包括世界知名学者 徐兴在内的古生物学家团队的描述 这具保存良好的标本 让专家得以仔细研究这种恐龙 并对其生活方式提出了有力的假说 热河翼龙居住在稻虎沟的森林中 当地气候温暖潮湿 拥有丰富多样的动植物 虽然大部分挖嘴龙科恐龙都以昆虫为主食 但热河翼龙较大的体型让研究员相信 它可能也是失于恐龙的一员 会把小而尖锐的牙齿插进水中 捕捉靠近水面游泳的鱼类 巴巴黎翼龙 阿巴黎翼龙 白鳄基末期 身高1米 身长4.5米 体重15公斤 十余恐龙 巴巴黎翼龙是一种中等大小的翼龙 生活在距今大约6600至7200万年前的白鳄基末期 该属于大多数其他翼龙的不同之处 在与其属于叶翼龙科很少在陆地上行走 反而因特殊演化 几乎能持续不断的飞行 它的名字来源于北非的巴巴黎海岸 与巴巴黎翼龙的发现地点非常近 2018年 一只古生物挖掘小组 在摩洛哥的狐狸捕盖高原 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批化石 该属也正是在该年 首次获得科学描述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新恐龙属 并不止这一种 而共有三种 同一时期 他们也发现了 红卫叶翼龙科的翠鸟翼翼龙和西蒙翼龙 狐狸捕盖高原总共出版了 五具巴巴黎翼龙标本 此地至今仍然是发现该属的唯一地点 摩洛哥是白若即末期 葛中栋植物的家园 有证据表明 当时阿贝利龙 西角类恐龙 及许多海生爬虫类和鱼类 都在此共存 巴巴黎翼龙是一种食鱼恐龙 会将它的肠灰 刺住水中诱捕鱼类 核怪异龙 马拉戴特勒斯 白若即末期 身高1.5米 身长6米 体重5公斤 10余恐龙 异龙鼠核怪异龙的展翅长度 约为6公尺 拥有特殊的外表 非常好辨认 它的上下颚 各有一个弯曲观状物 嘴里长满好几派尖尺 原生于南美洲 其名字取自巴西的传说 马拉 这名神话中的女性 被变成了常有巨大牙齿的怪物 核怪异龙是近期被发现的恐龙之一 它的第一批画石在2010年出土 由头骨和竖节锥骨 在巴西塞阿拉的罗牧二多底层中 被挖掘出来 它的画石在四年后 由勒南 安平博士分类为新艺术的恐龙 但由于在出土后 就没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关于此恐龙还有许多未知之处 核怪异龙存于约一亿一千万年前的白鳄纪早期 和异龙鼠 西阿异龙 共享同一个生存环境 它们以鱼类喂食 汇冲进海洋中捉鱼 然后飞回高高见在悬崖边的潮 以远离类食者 西阿异龙 白鳄纪早期 身高一米 身长4.5米 体重15公斤 十余恐龙 西阿异龙是大型异龙的一个鼠 一盏鱼可达4至5公尺 常会与锐利的西亚 可探入水下捕食鱼类 据大双眼则可随时察觉到 附近掠视者的潜在威胁 此重飞行爬虫类 以其发现的鱼利爪得名 全名原意为塞阿拉的致命之爪 尽管发现的确切细节尚不清楚 西阿异龙是在1985年首次今公认 成为新艺术的恐龙 当时由化石收藏家古斯佩 李奥纳迪宇贵多 波格曼尼洛两人 为巴西罗牧阿尔多地层 所发现的一部分头骨命名 西阿异龙生活在约一亿一千万年前 白厄纪早期的南美洲 以鱼类为主的饮食 代表它生活于近水地区 此型西阿异龙会降弹 产在高耸的树上与悬崖上 以避免掠食者攻击 双形驰翼龙阿弄弗大猪罗纪早期 身高1米身长1.5米 体重2公斤10余恐龙 双形驰翼龙最明显的特征是巨大的头部 比一手龙鼠的其他类似翼龙大得多 其学名原意味两种形态的牙齿 意指其拥有两套牙齿 双形驰翼龙是较小的翼龙种类之一 体重仅约几公斤 亦斩约1.5公尺 这一树恐龙在1828年 由古生物学家及化石收藏家马力 安宁于英国南的多赛特发现 起初经分类为一手龙鼠的新物种 安宁的发现原本被命名为 长找翼手龙 后来于1858年 正是分类为新的一个鼠 双形驰翼龙 双形驰翼龙生活在一九千万年 至两亿年前的诸炉纪早期 是生活于欧洲沿岸地区的十余恐龙 于丛林附近出没并捕食昆虫与小型动物 不过在找不到猎物时 也会以腐肉为食 准嘎尔翼龙 三格尔翼龙白鳗季早期 身高0.9米 身长3米 体重2公斤 十余恐龙 准嘎尔翼龙是一种翼龙 生活在约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白鳗季早期 特征为巨大的长形头骨和奇特的弯曲下额 准嘎尔翼龙的鳗部呈逐渐收缩的形状 在顶部形成一颗尖角 前端没有牙齿 后部则有一排可刺穿贝类甲鞘的平坦牙齿 准嘎尔翼龙发现于1964年 当时的中国古生物学家杨忠健 在中国西北部的准嘎尔潘地 发现了部分骨骼 事实上 准嘎尔翼龙的学名原意即为准嘎尔之一 相关人员 在对该场地进行进一步研究后 于1973年挖掘出了一具更完整的骨骼 准嘎尔翼龙喜欢居住在潜水和泥潭地区 因为这种恐龙以小型鱼类 假翘动物和蠕虫为生 不过啊 它可能也会捕捉叫小型的翼龙 专家提出假设 认为这种诗与恐龙的奇异外观 是一种演化特征 其目的是 轻松翘出隐藏在岩石中的贝类 乔斯坦伯格翼龙 G.Ofton-Bergia 白鳄金莫七 身高一米 身长七米 体重三公斤 十余恐龙 乔斯坦伯格翼龙 已最早发现这种恐龙的美国古生物学家 乔治 史腾宝命名 是最大型的翼龙之一 一盏超过七公尺 具有锥形常会 可以从水中抓出鱼类 也能当作捕鱼用的长矛 乔斯坦伯格翼龙的最大特征 是用来吸引配偶的独特头冠 史腾宝于1952年 在堪萨斯州的奈厄布拉勒地层 挖出第一具乔斯坦伯格翼龙化石 它起初被归类为新的五尺翼龙物种 而后续研究于1971年将其重新分类为一个亚树 最后于2010年将其分类为新的一个树 乔斯坦伯格翼龙可追溯至约8500万年前白恶寂寞期的北美洲 主要生活在海岸附近地区 以鱼类卫视会冲突海洋猎捕 并会躲避暴龙这种顶级卫视者的攻击 五尺翼龙 Trenadol 白恶寂寞期 身高2米 身长7米 体重25公斤 十余恐龙 五尺翼龙是史上最大的翼龙之一 一站长达7公尺 头骨顶端有极具变十度的装饰用头冠 五尺翼龙虽然主要以鱼类为食 却没有牙齿 仅以嘴会嚼食猎物 其学名原意即为五尺之一 五尺翼龙已知的标本超过1200具 是最为人所知的飞行爬虫类之一 第一具遗骸由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尼尔查尔斯 马许在1870年于堪萨斯州发现 当时他在阉山白恶岩断开挖出大量翅膀骨头 这些骨头起初被分类为一手龙鼠 但在1876年开挖出没有牙齿的头骨后 才确定其位新的一个鼠 五尺翼龙生活于约八千万年 至八千五百万年前的白恶基末期 原生于北美洲 尤其长出没于西部内陆海盗附近 五尺翼龙与仅轻易翼龙 鸡肠有牙齿的鱼鸟共存 会在高处筑巢以躲避掠视者 五尺翼龙与仅轻易翼龙 几何翼龙 Tropionatus 白恶基早期 身高1.8米 身长8米 体重20公斤 十余恐龙 几何翼龙是生活在南美洲的十余翼龙 年代为一亿一千万年前的白恶基早期 也是史上最大的翼龙之一 翼展超过八公尺 几何翼龙的学名 原意为有几股的鳄 抑制其鳄部的大型冠状物 该部分在潜水捕鱼室 有保持平衡的功能 1987年 德国古生物学家 彼得威林火芬 于办公室收到从巴西 塞阿拉的罗姆阿尔多地层 出土的翼龙头骨 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几何翼龙 原发现地附近 陆续发现更多化石 包括于2013年找到的 一具禁区完整的骨骼 仅缺少尾部与部分后腿 专家认为 几何翼龙生活在南美洲海岸地区 会在律师者无法触及的高处筑巢 并且潜入大海与附近湖泊中捕食猎物 几何翼龙与多种其他恐龙共享其地 包括同位翼龙墓的西亚翼龙 好了 今天恐龙叔叔的飞行恐龙篇就讲到这边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有想要我先介绍的恐龙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对了 别忘了订阅以及分享给一样喜欢恐龙的好朋友